你現在聽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圓網台 我是長焦低炒的阿毛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發落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無需要的醫療 昨天袁醫生的妹妹在澳洲的麥爾本 看到一篇文章在報紙上 就傳了給我們分享 袁醫生究竟這篇文章是說什麼的 我覺得這篇文章是非常之好的 哪份報紙我就不太看得到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說 Many patients given medicine they don't need 簡單來說 很多病人接受一些醫療 是無需要的 就是沒有那麼需要的醫療 這位這篇文章的作者 名字叫Julia Mediu 是健康版的編輯 簡單來說 我先跟大家分享這篇文章的內容 首先他說 根據很多專家說 貪婪、法律素純的恐懼 以及廣泛性的商業的影響 導致我們全球性的醫療 越來越貴 以及吹向一些無需要的 以及潛在危險的藥物 這就是一群專家這樣說的 這群專家是甚麼呢 他說有一群國際首席的醫生 他說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醫療的步驟 是我們現在知道是無需要地進行的 導致很多身體上 心理上 以及經濟上的損害 這個損害可以說是威脅 我們現時的醫療制度的有效性 即是viability 可不可以繼續下去呢 可以說呢 而這個報告在哪裡呢 在一個針刺Lancet的醫學雜誌 Lancet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醫學雜誌 這個有一個叫做Landmark Report 一個標記性的報道 他說我們需要開始正視現時的不適當的醫療藥物 包括很多的醫生 是個份做的醫療服務 主要是為他們自己典財 自己的經濟的收益 那這群研究人說 他說差不多在澳洲 五個有五分之一的膝頭哥的手術 即是換膝頭哥關節的手術 是不需要的 而高達百分之七十的 女性角徐子宮的手術 都是無謂的 這個是美國的數據 他亦都表明 對於這些所謂的敏感測試 其實已經過度使用 維他命D的測試 還有我們照大腸鏡 那個乳房的X光檢查 還有因為腰背痛 是進行很多的磁力共振 還有我們甲狀腺的癌症 是進行很多的超音波的試檢 其實這些都是過份使用的 在南韓那邊的研究人員 他說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 一般常見的所謂甲狀腺癌 在遠在都被感覺是一個過份的診斷 即是說這些所謂甲狀腺癌 百分之九十九 其實都不會造成任何的傷害 這個我們在這個節目 都說過很多次 即是不會因為有甲狀腺癌 是導致你短命的 但是你知道 因為這個診斷 很多人都很緊張 很害怕 接著跟進了很多無謂的醫療 雖然是這樣說 這方面的資料已經在醫學上已經發表過 很多人都是繼續進行這些無謂的事件 以及將這些癌症用開刀切除了 但這些開刀切除有什麼問題呢 百分之二是因為這些割除甲上腺癌 是導致陰帶癌痕瘓 即是說不到話 這個百分之二會有這些割作用 好了 還有我們過份的使用的藥物 加上是很多我們已經是 是 已經醫學上證實有效的東西 是沒有被使用的 這個通常都是因為很多醫療人員 很怕被控告 或者醫療的常識出現一個大的漏洞 或者他有很錯誤的信仰 和病人沒有進行一些有意思的大家的商討 很多時候醫生不要好好的了解 到底病人的心意 希望做些什麼 這些就是研究人員的說 譬如很多年紀大的人 其實也不想進行一些手術的探討 譬如你有一塊樓在這裏 因為 他們說這個可能是樓來的 但是這些是年紀大的人 其實可能他的性命都不會很長 可能還有幾年的 還有幾年的命而已 很多老人家就不想去進行這些 這樣的手術的檢查 就是不用知道了 是不是沒有什麼所謂 搞來幹什麼呢 好了 也有很多醫生 自己沒有跟進最新的醫學的常識 譬如我們有一種營養素 Glucosamine 那個葡萄胺 過去一直是用來治療 膝頭哥那些關節炎 骨質性的關節炎 但是現在最近發現 其實這個葡萄胺對這些 膝頭的骨質性的關節 其實效果都沒有什麼用的 沒有什麼效果的 還有現在醫生就經常很害怕 一些的肖子可能有細菌感染 於是他就大量是不斷用在抗生素 用在一些所謂病毒性的感染 譬如咳嗲傷風 而這些病毒性的感染的無病 根本對抗生素是沒有什麼幫助 不會有什麼幫助得到 但大部分的醫生說 萬一他是一種細菌感染 那這時候抗生素就被濫用了 當然 因為如果我們發現 我遇到一些是都病毒性的傷風 咳嗲 可以這麼說是根本是沒有藥醫的 醫生通常都或者 病人也有這種感覺 希望醫生做點事 他又不喜歡醫生 結果是沒有什麼怎麼做 所以被逼醫生 都說我要是否給抗生素 這其中的說法經常都聽到 很多醫生說如果我不給 他就去找下一個醫生給 所以大家都一起給 雖然是根本沒有用的 大部分的上呼吸感染 根本是病毒性的 抗生素是沒有用的 而大部分醫生都沒有理 照給抗生素 我們也知道很多人 因為一用了抗生素之後 身體是徹底地破壞 然後有很多很多長期的病患 其中的研究人員 一位教授 一位教授 一位醫學大學教授 雖然我們知道 其實個份醫療服務的醫生 可以屬於比較小的群組 但是也有很大多的醫生 專業人士 他們原意是好的 但是發現很多時候 他們就會受藥廠的影響 把很多疾病的定義加強 都很厲害 其實最簡單 其中一個病就是 所謂糖尿病的前糖尿病的問題 你未真正糖尿病 他就搞出前糖尿病 就是前身的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膽固醇 大家知道 現在所謂高膽固醇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有呢 只不過將膽固醇的正常水平 一直按按按按得很低 結果根本沒有什麼人 是有正常的膽固醇 而各個人都變成高膽固醇 大家可以看到 各個人就有問題 吃很多這些降膽固醇的藥 而其實效果是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 這個呢 跟大家分享過 2015年4月 在美國FDA 已經承認 這些降膽固醇藥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這些降膽固醇藥 其實已經用了30年了 已經因為這些藥的副作用 已經死了超過100萬人了 這是美國的最新的治療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人們被判斷是有腎病的 於是導致很多老年紀的人 經常被判斷是有腎病的 其實沒有任何資料的 他尿那裏也都沒有任何的資料 是顯示腎是有破損的 只不過可能那個腎那個 清水腎的數字 可能比較弱了一些 他就很多時候就說 這個人開始有腎病的傾向 其實有什麼治療可以做呢 好了 最後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那這班人員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這個問題是出著什麼呢 是出著我們叫做 Fee for Service 即是是付款的制度 即是你用錢去買藥 用錢去接受某些的治療 這個這樣的就是那個付款的制度 其實是導致很多國家這些問題是增加的 當然可以理解了 大部分醫生都很多時候 都是會根據他那個經濟上的利益去做事的 所以在這些這樣的用那個 那個付款服務的制度之下 其實很多這些的專家 就會不斷製造大量的服務 從而就是將那個那個醫療費用 是不斷地增加的 好了 那如果是有些的方法 譬如我們能夠可以將那個 那個付款的制度是改為 是斷人頭來給一個的那個薪水 譬如你負責某個人 這個人你負責 他一個月可能給你一個月費 那個那個籌金 每個人100元澳洲歐幣 這個就有機會是減低這個問題的存在 好了 那這篇文章基本上不是太長 但是剛剛都是最新出現的文章 其實關於這篇文章的資料 我們在過往三百多集裡面 都有提過了 已經不斷的 那其實他們找到這個方法去按月費 你這樣計算會不會有幫助呢 就是他認為呢 因為那個be for service 就是那個 就是以服務的付款方法 是一個問題的主要原因 當然這個是一個問題主要原因 而他們認為呢 就是如果一個固定的 斷人頭計 就是你這一區 這一家人是你負責的 那譬如這家人有五個人 那五個人呢 就是完全是這位醫生要處理的 那就是給他一個固定的月費 那是不是他們認為呢 這個可以解決到的 那我相信這個是當然呢 在某個程度上 會有幫助 會改善一些的 起碼會減低濫用的情況 那大家都聽過我以前說過很多次的了 在我們那個自利更新裡面 我們都有很多的節目是探討過 醫療的問題 那我經常叫做綠色醫療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說為什麼現在醫療的問題呢 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第三者付款的制度 第三者付款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在一個制度 供應者是可以說 是可以決定 那個接受者是需要些什麼 即我是供應商 那我告訴你 那個消化的人需要些什麼 而那個接受的人是不需要自己去出錢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是會肯定是怎樣 會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就濫用啦 是不是 即是我話事 那我做醫生的話事 我說你需要什麼什麼的 那做個病人呢 是不需要自己銀河包去做的 那這個很明顯呢 就現在的整個 整個醫療制度的問題的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任何的商業行為交易呢 如果你走這條路呢 肯定呢 供應者和接受者呢 都會濫用的 這個是一定的一定會出現的 所以我們這種這樣的商業模式呢 我們在其他的商業方面 是從來不敢這樣用的 但偏偏呢 在那個醫療的服務裏面呢 我就採討這個第三者付款這個方法啦 那好了 那現在所說的就是呢 第三者付款得來呢 還有呢 就是那個供應商呢 即是照件來擦出來的 你做A這個步驟 這樣就差了多少錢 跟著做B這樣就差了多少錢 那個供應者呢 那醫生就去話事的 那你肯定這個問題 一個很跟這個問題 那但這個問題 是不是只是說 我們是一個固定的收費呢 那就是一個月 譬如一個月 一千元港幣一個人 那就是這麼多的了 或者一個家庭 那當然呢 如果在這種的費用固定了呢 那醫生當然呢 盡量呢 既然我錢已經收了啦 是不是 那我當然希望 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他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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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不是有那麼多錢的了 那我做得越少便 基本就越好 那所以肯定呢 那個醫療那個費用的問題呢 是全球的這個問題 不是香港呢 是一定是會有改善的 但是足不足夠呢 我可以說是不足夠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剛在立法會那裡 就有機會跟李國林 遇到他 大家討論起這個問題 那他都感覺是 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那他當然呢 他現在的解決手法呢 就怎樣呢 是將有限的政府資源 因為用得順 那就唯有呢 就叫些鼓勵些人 鼓勵些市民 或者公司呢 是自己去買一些醫療保險 就是現在的手法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的方法呢 其實呢 是沒有什麼新意 而且都沒有解決到 基本根本問題的主要的原因 那所以我跟他說清楚呢 你肯定不會有效的 就是那個問題 不是說錢夠不夠 那你看美國吧 用在醫療費用呢 差不多是1.7兆億美元 是多於美國用在軍費的 那美國的醫療問題 有沒有因此而解決到呢 是美國的醫療的問題呢 美國人的健康的水平呢 是很差很差的 是三十幾個文明國家裡面 差不多排氣 最後排十幾二十幾 那所以你也看到呢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呢 都是還不明白那個問題的重心 那在我們的政綱 在我的自力更新那裡 其實我都已經說了 綠色醫療 是應該怎麼做 其實簡單來說呢 要解決醫療問題呢 我們第一 一定要有醫療的選擇的自由 那就是說呢 選擇自由呢 不是只是病人有選擇自由 那還有醫生也有選擇自由 那醫生呢 他可以用他認為哪一樣東西 他是最有效 就不需要給醫學會固定他 這些東西是用得 這些東西是用得 那當然呢 我們都明白呢 現在過去呢 怎樣管理的手法呢 就說某些的醫療步驟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那你只能夠用一些 所謂叫做 Evidence-based 就是有明顯證據的醫療方法 那這個在我們的綠色醫療裡面 我都強調過 解釋很多次了 其實什麼叫做 有科學證實的醫療方法呢 其實沒有科學證實過 不是說他不活 只不過沒有人去做 那做這些這樣的 尤其是雙重萬丈的醫療的引證 第一是會很王貴 要符合他們的要求 差不多差不多成五億元的美金 還有很多元的做事 你才能夠做得到的 那所以根本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這件事 根本是不可能會做得到的時候 唯有藥廠有這樣的資源 就是符合這些所謂的規則 這種遊戲的規則 所以我覺得這個根本是一種 故意的陰謀 令到醫療 比如其他的醫療 自然醫療 尤其是 根本自然醫療的利潤 是一點都不高的 也都沒有專利的保障 所以肯定不會入圍 結果那些人只能夠用一些 所謂有科學證據的那些 那藥廠的科學證據 其實是很少的 和大家都分享過很多次 差不多87%的醫療服務 在現時醫療服務 根本是沒有經過嚴謹的科學證實過 但是現在所謂用的醫療 其實是科技醫療 就不是科學的醫療 是科技的醫療 但是很多人就不太分得出 好了 即是說 如果要改革這個問題 就不是說固定的月費就可以解決得到 是一樣都是解決不了 最重要我需要 人是要有自己的醫療的選擇 即是世界上那麼多種的醫療方法 為什麼一定要只是用一些 西藥的方法開刀方法呢 而其他方法呢 我們就是沒有什麼好的選擇 一定是說 其實不是啊 是吧 我們沒有禁止你的 香港同學療法沒有禁止的 香港也有積醫 也有中醫 也有營養療法 所以沒有人禁止你的 但問題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一種醫療方法是政府全面資助的 資助的費用差不多800億 而其他人是完全沒有什麼資助的時候 你知道今時今日的人 經濟能力強的人是越來越少 大家跟大家說過 在今時今日的美國 當65歲的時候 差不多55%的人已經是窮光彈了 35%的人是繼續工作 根本沒有能力去退休的 5%的人已經過身了 活不了65歲 真正正有經濟能力可以過退休生活的人 大概都是4%的 而真正有錢的人是1%的 在一個美國這麼灰色的國家裏面 真正正到65歲 能夠經濟上豐富的 可以退休的人是5%的 原來在這個環境之下 還有什麼人 有多少人還有資源 自己付錢去看一些 所謂政府醫療服務 即是不包的醫療呢 你看到其實是沒有選擇的 在經濟上已經制衡了你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析到 第一件事要了解到 現在我所用的醫療方法 其實那個大多數是沒有什麼效果 還有問題多多 副作用多多 而那些人是被迫要用 那為什麼被迫要用呢 因為在經濟上 就算保險公司 或者社會國家的醫療保險裡面 通常都是只是保這些這樣的 無效危險的醫療方法 所以這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那些人的健康問題 全世界只會越來越差 還有醫療的費用 是接近破產的邊緣 其實沒有什麼國家 不是接近破產 大家都是的 好了 那這個局勢是怎樣撐的呢 其實這個大家 有機會聽我們其他網台的節目 當然不是主流傳媒會講的資料給你聽 其實整個地球經濟 都是用自己印銀子的方法 來支撐的 那美國呢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戰爭呢 就是當一個國家說 我不想用美金的時候 就被人攻打了 伊拉克也是這樣被人攻打 尼比亞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說我用黃金不用美金 然後就被人進軍 所以真正正的問題 這些資料 大家只能夠在網上 聽多一些非主流傳媒 你才會有機會聽到這些真相 幸好近年來這些網台的節目 那個受歡迎的程度 是遠遠多過現在外國的主流傳媒 所以很多主流傳媒 有報章 電視台是慢慢面臨 就是要質疑的 一直這樣縮減 一直這樣縮減 因為大家都這麼想 到這樣之後資訊發達的地方 那些人是能夠認識的 其他醫療是多很多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繼續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無需要的醫療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你現在聽的是原網台 我是心靈對話的Carmen 歡迎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無需要的醫療 雖然剛才我們講的新聞 報紙的報道是在墨爾本的 但其實有很多書籍已經翻譯了中文 在我們健康店都會有得買的 原醫生可不可以逐一逐一幫我們介紹一下 在綠創意健康店 銅鑼灣那裏一直都有很多這方面的資訊 因為我都知道一般的主流傳媒 和一般的書店 未必找得到這類的書籍 所以我們過去也都希望 給大家多些資料 作出一個正確的醫療的選擇 既然這些書就不是普通書 我一本一本就和讀家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用一個MP書 或者用那個音樂 那個話語來收聽 你就未必看到這些書的圖片 但如果是用Youtube來收聽我這個節目的朋友 我們會把這些書的圖片放上Youtube 你可以和我一起閱讀這些書的資料 第一本我想介紹 叫做一果價值十億的藥物 人命與金錢的交易 這位作者叫做杰伐瑞羅賓信 書面你都看到 這是一本藥廠不希望你看到的書 為什麼納稅人要出錢給藥廠研發新藥 和你生病的時候 又要被高價的藥價再敲一筆 為什麼新價超過十億美元的明星藥物 到飽受疾病痛苦的第三世界的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藥物 都是文明人病的那些病 第三世界的人的病 通常這些藥物不會研發出來的 為什麼呢? 這些藥物都買不起 藥廠所以從來都不會研發一些窮國家病的人 需要的藥物 他說藥廠巨人掌握了我們最寶貴的資產 就是我們健康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真相 書後面有不同的評語 其中這位是台北醫學大學研究學院所教授 鄭惠文 他說醫藥產業具有相當的進入的門框 即很貴 門框整得很高 令到一般人是無法想像 深入醫藥產業的運作 這本書是從研發行銷專利公關經營的觀點 一一解剖釋 可以說是容量讀者眼界大開 另一位台大醫學科技發展促進委員會的委員 朱懷祖 本書作者以專業的文筆 報導出一個詳實而鮮活的藥業沙場故事 在閱讀期間 我們能夠散絲新世紀醫療事業的科技和倫理價值所在 另外一個就是周日泰吳時報 如果全球大藥廠所作所為 讓你知道為何覺得有點不妥呢 看到這本書就提供了一些證據 你就會謊言大悟 每日電訊報羅賓信的陳述條理分明 據據命中要害 只要這一類的書能幫助我們 以及所有病人針對重要問題提出質疑 以建立一個更重視醫療倫理的社會 新鮮事雜誌一本令你眼界大開的書 另外就是建喬晚報 本書抽絲剝繭 揭發大藥廠不為人所知的黑暗面 針對這個世上最有錢有勢的產業 最進行深入調查的報導 大家都可能也聽過我們以前的節目 其實藥廠是全世界是利用最高的企業 在我們叫做Fortune500 即是那個資料裏面 全世界裏面的幾間藥廠的利用 都十幾十多間左右 他們的利用是多於其他所有500間裏面的總和 他們的利用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七的 一般的銀行裏面 即是以前銀行家的利用 商業銀行 即不是一般那些普通傳統銀行 都是13%的 藥廠是17% 另外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 原發明疾病的人 原代醫療產業如何賣掉我們的健康 小朋友缺乏注意力就是過度二 這個就是病 年輕健康的男性都需要用威兒缸助成 女性根源其一種疾病 需要服用賀爾蒙 害怕單獨上台講 患了社交恐懼症 膽固醇最大惡極 愈低愈好嗎 醫院已經神不知已鬼不覺 變成醫療的大賣場 我們會不會沒有病 而因為自己想像有病 而嚇得變成健康的廢人 德國最佳醫藥記者 為你揭穿遠代醫學神話 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 絕對必須一讀 這位作者是德國的記者 尤格布倫希 這位作者在英國 德國兩地研究 研讀生物和生物化學 1994年開始擔任 醫藥和科學的編輯 最先在明星雜誌 接著轉到時代周刊 1999年是任職於明鏡周刊 是德國最佳醫療記者 他說我動手寫這本書 是因為我還想健健康康地活著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他在書後面也說 這位作者自己說 他說我絕不是反對 醫藥的製藥產業 我也不是想反對原來醫學 我也會去打流感預防針 我也會做些防癌的事件 問題是醫學已經發展到 這個令人難以知道自己健不健康的地步 我動手寫這本書 是因為我正想 我還想健康康地活著 這位是一位德國的記者所寫的 另外一本書是一本很好的翻譯書 我十幾二十年我一直都有用這間公司的出的刊文 就叫做醫生對你隱瞞了什麼 看醫生前能不能知道的問題 好了 人可以死於疾病 但不能死於無知 你知不知道 乳房X光照射 與其說他能夠診斷乳癌 不如說他能夠導致癌症 為了怕中風 而吃這些膽固醇的藥物 誰知道會增加死亡的危險 產前的超音波素描 會對產苦和胎兒造成不良的影響 在很多情況之下 手術治療前列腺的效果 不如不至於不理更好 不理更好 這本亦有一個很好的治療 大家有興趣自己買回去看 另外一本叫做 若你新病 藥廠製造疾病的真相 真實揭開藥廠的真面目 罔顧大眾健康 一再販賣恐懼 讓你對藥廠的貪婪惡恨 有更清楚的了解 好了 這本書好像是澳洲的記者寫出來的 所以大家都學英文叫做 Selling Signet How drug companies are turning us all into patients 有兩位作者 一位雷蒙尼漢 和艾倫海若詩合著 這本書也是台灣翻譯的書籍 這個作者是密爾本的 這位健康評論作者 曾經的作品 曾經刊單在雪梨先鋒神報 密爾本的時代雜誌 澳洲財經評論 英國醫藥雜誌 刺針雜誌 和新英倫醫學雜誌等等 這些雜誌全部都是醫學雜誌 這位作者我相信都挺厲害的 可以把他的文章刊去這些醫學雜誌 另外一位艾倫海若詩 研究醫藥策略問題的專家和作者 這本書是英國澳洲人所寫的書 另外一本叫做《藥廠黑幕》 《藥廠公司如何刮空你錢袋和健康》 這位作者是馬西亞安卓 馬西亞安卓是甚麼人 不是普通人 馬西亞安卓曾經任職在新英倫醫學雜誌 在20年間近距離目睹製藥業的日趨嚴重腐敗的現象 看到這個產業的撥離研發和製造新藥的最初使命 變成握有巨資權勢的大型行銷機器 用心觀看藥廠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徹底滲透了醫學的研究 教育和行醫者後對社會大眾 尤其是延長者 無力揭子高漲的處方藥價 寄予深厚的同情 在這本書裏面是直言無諱的書裏面 安卓將揭露製藥業害驚人的聽聞內幕 和直言呼吹進行必要的實質改革 這些書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書籍 其實已經出了好幾言 大家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 想真的自己保護自己健康 這些資料是很重要的 對你來說很可能是救你一命的 多謝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約約會診25773798 海外的聽眾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會診 可以打剛才的電話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是www.sourcewadro.com 或者去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多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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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首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k